这是因为小五的出现让唐三意识到 他的灵魂真的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 原本是一只兔子的小五变成了人形 对三哥食指相扣 惹得多少粉丝流出了眼泪 相比小五之前在预告中看到的小五 大家的感受是更要更加深刻吧 只不过在这片蜜秀恩来的背后 唐三也是五味杂拳 虽然小五很冷心 可由于在信他 唐三还是高兴不起来 小五这个眼妆能不能再加点错效 如果能像香香那种闪粉的话 会更加漂亮 在剧中其实还有一个插曲 那就是马红军的爱情来了 他现在和白贵宇宜的战斗中 由于误判导致暗虚未重 差点就打在了香香的身上 还好身边有马红军的帮忙 其实阻止悲剧 为了表达歉意 小香在大家喝醉之后 主动找马红军交谈 作为一个宗门的大小姐 小香这些年来过的也不是太好 只能靠其他宗门阶级 虽然之前对胖子百般刁难 但互相了解之后 白晨香还是一位 非常友善心心的免职一族 但是就在爱情要来的时候 马红军被一巴掌删了过去 但哪怕是这样 他也是依旧沉浸于香香的美在当中